新北市游民机车骑士 因为在路上是跟一台计程车擦撞了 结果就跟车上酒醉的男乘客 发生了激烈的口角 那这名骑士就当场找了两个朋友来助阵 不但是对着酒醉的男乘客 拳打脚踢 却还拿出了信号弹 把对方是烫到了全身三度灼伤 就走到这个路口要踢男人去一天 一名男子在KTV酒足饭 保醉醺醺的走出来 上了一台计程车准备回家 不过看似平静的夜晚 接下来马上就有状况发生 一部机车找计程车冲了过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机车忽然闪车又摔车 机车上的男子火冒三丈 马上大骂司机 不过坐在计程车后座喝醉的男子 却下车回嘴 双方就这样爆发激烈口角 三个人已经打了 然后揍他一拳 然后这男子不及倒地 机车骑士又找来两个朋友助阵 三个打一个 又是拳脚相向 又是安全冒痛哦 这时候后发一名男子 突然拿出身上准备好的信号弹 接着就是往被害人身上 不停的灼烧 被害男子全身灼烧 痛不欲生 男子全身伤痕累累 自己勉强跑到超商求救 当时他全身衣服都是破洞 脸上和身上也全都是三度灼烧 伤者有二三度的一个灼烧 他们三名嫌犯是 本身是有参加一些 一些阵头 常常会需要购买这些 信号弹来做一个注释 三名嫌犯年纪最大的 也才二十出头 另外两个人刚满十八岁 在街头成兄都狠下手之重 让人傻眼 三个人最后都被警方 一杀人未遂罪 寒送法办 明天的名书